丈夫为报答战友的救命之恩 将刚出生的儿子送给了战友 骗我说孩子不幸夭折 后来我意外得知儿子没死 跑去质问丈夫 却只得道一句 这是我欠他的 我想找回孩子 却在丈夫的阻挠下一无所获 在失去孩子的痛苦悔恨中 我郁郁而终 没想到再次醒来 我回到了生产当天 喜欢送人孩子 那你自己当老绝户去吧 我是被痛醒的 身体先于大脑做出了反应 惊呼出声 我试着挪动身子 却被高高隆起的肚皮 压得动弹不得 你怎么了 是不是要生了 男人大胯部推门进来 一只手还提着两个女饭盒 健眉心目 身材奇长 一身军装 正气凛然 浑身都是青年人的意气风发 她是我的丈夫 霍景怀 可是她怎么变年轻了 我心里满是疑问 不错眼的盯着霍景怀看 思索间 她已经到了床边 脸上是掩饰不住的交集和担忧 身体一清 我被她从床上抱起来 底肩营绕着清新的造脚位 一失两命 路过客厅时 我看见了墙上的挂厉 心中大惊 手指下意识地捏紧了粗糙的面料 我居然重生了 重生回到了我生产当天 前世的今天 我痛了两个多小时 才生下这个孩子 孩子转头就被霍景怀 送给了他的战友 他骗我说 孩子胎理不足 不幸夭折 我细以为真 自责自己没本事 连孩子都保不住 后来我偶然得知孩子没死 想把孩子找回来 却被霍景怀百般阻拦 面对我的质论 男人神色淡漠 理所当然 奸安为了就永远地 失去了当父亲的资格 这个孩子是我欠他的 他这辈子 只会有这一个孩子了 但我们还会有 许许多多的孩子 桑若 忘掉那个孩子吧 就当他生下来就没了 这样对大家都好 好 谁好了 好的只是你们 那是我十月怀胎 辛苦生下的孩子 不是你偿还恩情的礼物 我和霍景怀大吵一架 从此踏上寻找孩子的路途 奈何霍景怀能力卓绝 一路高升 说是只手遮天也不为过 他总能及时掐断孩子的线索 让我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活在失去孩子的痛苦悔恨中 不过四十出头 就欲而终 老天有眼 竟让我重活一次 这一次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 抢走我的孩子 重生的惊喜席卷了我 我心脏狂跳 连呼吸都急促了几分 不行 我眼看就要生了 身边不能只有霍景怀 等等 我忍着身下的抽痛 艰难的提要求 你去给我家拍个电报 让我妈来照顾我 我第一次生孩子怕得很 我仰着头 只看见霍景怀俐落的下河线 他倾笑着低头看我 安抚道 现在浓忙 略母大概没时间来照顾你 你别怕 我是你的丈夫 有我在 你和孩子都会平平安安的 他一边说 一边带上了生产药用的东西 我心底一沉 隔壁方嫂子听见动静 热心开门询问 小桑要生了 需不需要帮忙 方嫂子是政委的爱人 热情大方 处事公道 我们俩关系不错 有他在 霍景怀想动什么手脚 也不会太容易 想到这儿 我心里又燃起了希望的火苗 于是颤抖着声音祈求他 嫂子 能不能麻烦你陪我去医院 我第一次生孩子没经验 这会儿紧张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方嫂子放下那里一半的鞋垫 爽朗一笑 行啊 我陪你一起去 你们第一次当父母 肯定会手忙脚乱 我去帮忙也能少出些错 眼见方嫂子爽快答应 我悬着一半的心 缓缓落回原地 下一秒 头顶传来霍景怀清冷的声音 他有理有据的 拒绝了方嫂子的好意 嫂子 你家小智还小 身边离不开人 你去了医院 他怎么办 医院人来人往的 小孩子待久了也不好 小智是方嫂子的小儿子 今年两岁 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 霍景怀的话有些道理 说到了方嫂子的心坎上 当妈的总是要为孩子着想 方嫂子开始犹豫 霍景怀又给他打包票 让他彻底打消了 去医院的念头 我提前去医院看过了 对那里的情况熟悉得很 再说我一个大男人 总能照顾好自己的妻子孩子 嫂子放心就是 方嫂子连连点头 显然已经被说服 我放下一半的心悬得更高了 我再痛意地催动下去 够方嫂子的手 可怜巴巴道 嫂子 我又痛又怕 麻烦你陪我去医院好不好 我翻来覆去地诉说自己的恐惧 可恨霍景怀的打算 没人知道 就算我现在就说出来 也没人相信 毕竟一个正常人 怎么会瞒着妻子 把孩子送给别人 受这种思维的影响 上辈子 我对孩子的夭折 深信不疑 要不是碰巧看到那张会款单 我永远都不会知道 原来我的丈夫 这么大公公司 光辉伟岸 竟然舍得把自己的孩子送给别人 我痛得大汗淋漓 唇色苍白 看起来很可怜 方嫂子面路不忍 准备松口答应 行 那我就 哇哇哇 方嫂子家传来孩童响亮的哭声 一个七八岁的男孩 跑出来叫人 妈妈 弟弟拉了一裤兜子 给床上弄得到处都是 臭死了 方嫂子脸色一变 心里的天平立刻歪了 他不好意思的笑笑 小桑啊 嫂子家事多 真是一刻都走不开 等你生了 我一定去医院看你 有景怀陪着你 我很放心 就是有霍景怀我才不放心啊 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大 方嫂子急忙转身哄孩子去了 霍景怀小心翼翼的 把我往上颠了颠 依旧是那副 一切尽在掌握的表情 别怕 有我呢 我痛得不想说话 在霍景怀怀里 狠狠翻了的白眼 双手搂住他的脖梗 狠狠咬在他的颈侧软肉上 死 我听见他倒吸一口凉气 感到十分痛快 这孩子也有他的一分 凭什么只我一个人痛 小小的出了一口恶气 心却止不住的下沉 这种明知前路危险 却无法避免的绝望感 快把我淹没了 但我不能认命 上天让我重来一次 绝不是让我来重走上辈子的老路的 我松开霍景怀的脖梗 靠在他的肩膀上 继续力气 拉人失败 医院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一路下楼 走过家属院 大门前早就停了一辆车等我们 霍景怀抱着我走得稳稳当当 路上不少人都看见了 像我投来 或羡慕或极度的眼光 霍营长有本事又体贴 听说他为了照顾桑若 请了半个月假呢 我家那口子 怎么就学不来半点霍营长的好呢 哼 怎么就桑若这么金贵 想当初我发动的时候 还在掰包米 当场就生了孩子 回家的时候 不仅要抱孩子 还得背半贝罗玉米呢 前世我只当他们羡慕极度恨 感到无比甜蜜 现在听来却满是讽刺 外人眼里的好丈夫 优秀男人霍景怀 竟会为了抱恩 抢走我的孩子 被我发现后 还理直气壮的要我多生几个 上辈子出于对霍景怀的绝对信任 我完全没意识到 生产时没有亲人陪伴 有多危险 这次我依旧孤立无援 唯一的不同 就是我知道了他的打算 车里 霍景怀抱着我 轻声安慰 不时催促司机开快血 一脸关切 恨不得以身相待 做足了好丈夫的样子 我闭目养神 唇角勾起一个若有似无的讽刺弧度 霍景怀 你如此紧张 究竟是在意我和孩子的安危 还是担心孩子出了意外 不能偿还战友的救命针 孩子一天没送出去 你就要受一天良心的折磨 一路无言 我被送进了产房 亮闪闪的白痴灯 晃得我眼睛疼 有了上辈子的经验 我努力调整呼吸和用力的节奏 不知道痛了多久 我只觉得身下一松 有什么东西滑出去了 哇 婴儿清脆的啼哭 只想起医生便戛然而止 孩子怎么不哭 我分力只起上半身 只看见一名护士急匆匆的背影 孩子 我的孩子 你们要把我的孩子抱去哪里 我想去追 却被医生一把按在产床上 他戴着口罩 只露出一双眼睛 里面有我熟悉的悲悯 这位同志 你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气了 产后不宜大喜大悲 为了你的身体着想 还是要你丈夫来处理孩子的后事吧 我新娘又愤怒 原来给我接生的医生护士 早就被霍景怀买通 不管我生完孩子是什么状态 他们都会同一口径 孩子腰折了 前世 我立即昏睡过去 对霍景怀和医生护士的话 深信不疑 但我重活一次 对霍景怀的打算一清二楚 所以他们的话 我一个字也不信 孩子 等着妈妈 妈妈一定把你找回来 我眼冒怒火 一巴掌拍在医生的手背上 大声质问 我明明听见了孩子的哭声 你们把我的孩子抱去哪里了 医生被打也不闹 不耐摇头 好几个孩子 和你的孩子 前后脚出声呢 听差了也很正常 你还年轻 养好身体 孩子还会再有的 熟悉的话语 熟悉的语气 医生的脸 在我眼前不断变换 一会儿是嫂子们的脸 小桑啊 孩子没了 可以再生 要是把家做没了 就什么都没了 你别跟货银长怒气 把孩子送人 他也不好受啊 救命之人大过天 不还他怎么安心呢 一会儿是霍景怀不耐烦的样子 桑若 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既然安慰了 一个孩子 给他养老送中 我收紧拳头 把身下的床单 捏得皱巴巴的 这世上 好像只有霍景怀一个人 不容易 他成了周健安的救命之人 心怀愧疚 饱受煎熬 所以不得不把亲生儿子送出去 好让自己活得安心一点 他那么为难 那么痛苦 而我 作为霍景怀的妻子 居然没有换天洗地 敲锣打鼓的 主动把孩子送给周健安 反而整天闹着 要把孩子找回来 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 让霍景怀烦不胜烦 可以劝我大度 霍景怀解开裤头 大言不惭 嗯 四般 要再给我一个孩子 他说的轻松 十月怀他的辛苦 不用他来承受 他当然可以拿孩子去偿还恩情 换他的心安理得 换一个真图报的好名声 但没人问过我愿不愿意 前世今生所有的委屈 心酸和不甘一起迸发 我突然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 那是我的孩子 谁都不能抢走 我抓住医生的衣领 借助他的力量坐起来 生死力竭如恶鬼般怒吼 你凭什么说 我的孩子死了 活要见人死要见事 你要是心里没鬼 为什么不敢让我看到我的孩子 医生被收紧的领口 勒得面红耳赤 一旁的护士 连忙跑过来 掰我的手指 可嗨嗨 产妇情绪过于激动 快拿镇定计来 医生好不容易挣脱束缚 沙哑着嗓子 吩咐护士做事 护士马里的递来一根注射器 又把我按倒在床上 医生推了推活塞 尖锐的针头 泛着寒光向我逼近 不 我绝不能睡过去 前世我找了二十年 都没能找到我的孩子 如果今天没能解下周健安 我依旧会重复上辈子的悲剧 我深吸了一口气 大脑飞快转动 在针头刺破肌肤的前一秒 我眼前一亮 冲着门口喊道 景怀 你怎么来了 医生下意识回头张望 我猛的起身 一脑门撞在护士胸前 护士后退几步 捂着胸口喊疼 我一把抢过注射器 狠狠扎进医生的肩膀血肉里 力气之大 像是要把两辈子的委屈 都发泄出来 身为医生毫无医德 不仅配合霍景怀 抢走我的孩子 居然还想给我用镇定剂 你先好好尝尝他的滋味吧 镇定剂很快起了效果 医生倒在地上 睡得香甜 我撑着身体下了床 在裤子里 垫了一层厚厚的卫生纸 扶着墙 慢慢走出产房 产房外人来人往 就是没有霍景怀的身影 他就这么迫不及待的 要把孩子送走吗 还没走几步 产房里被我撞到的护士 跑出来拉住我 语气不善 桑同志 你才生了孩子 应该躺在床上好好休息 就别到处走动 给我们医护人员添麻烦了 这年代 医生护士端的是铁饭碗 普通老百姓 对他们多有尊敬 护士话音刚落 立刻有位 蓝衣大娘站出来指责我 是啊 姑娘 医院整天忙得团团转 你就别给人家添麻烦了 围观人群 议论纷纷 这姑娘也太不懂事了 能来医院生孩子 还不好好珍惜 瞎跑什么呢 竟给人家护士同志添麻烦 医院又不是给他一个人开的 护士眼见自己得了支持 更加得意 面上还要摆出一副 受了委屈的样子 为人民服务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他的手像鹰爪一样 紧贴着我的手臂 又叫来另一个护士 一左翼右架着我 桑同志 我们扶你回病房躺着吧 路过大娘面前时 我好奇道 大娘 您在这儿等儿媳妇 还是女儿啊 说起这个 大娘笑眯了眼 卫生肠道 忽然扬起声音 尽量让围观人群都听见 哎呦大娘 那您可要小心了 我怀疑这家医院偷孩子卖呢 真是桑尽天良 无论在每个年代 人贩子 都是让人生物痛绝的存在 我的话 像一滴水 掉进了油锅 四周一片哗然 护士急了 跺着脚反驳我 谁偷你孩子卖了 你说话可要讲证据 哦 你要是心里没鬼 为什么不让我看我的孩子 为什么一口咬定 他一出生就没气了 护士在我的连环追问下 后退几步 连带着松开了钳着我的手 你可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 你才生完孩子 我们担心 你看见孩子情绪激动 这才不让你见孩子 你管那么多做什么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他硬着头皮道 我苦笑一声 面上一片欺燃 那是我十月怀胎生下的孩子 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难道我连见他一面的资格都没有吗 我顿了顿 话锋一转 你们千方百计的阻挠我 不让我见孩子 不就是说明了 你们心里有鬼吗 那么小的孩子能做什么 除了拿去卖给人饭子 我想不到其他可能 围观群众越来越多 我在接再厉 又添了一把火 实不相瞒 我的丈夫是一名军人 我未感到他自豪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竟然就在你们医院不见了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都说医院是救死负伤的地方 我看你们医院 就是个藏无奈构的烟扎地 我乘胜追击 大声挑起其他人对医院的怀疑 你们都敢对军人的孩子动手脚 谁知道你们会不会对其他人的孩子做什么 不管孩子是死是活 总该让父母见一面 都像你们这样遮遮掩掩 以后谁还敢来医院生孩子 只有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时 人们才会站出来表达不满 蓝衣大娘收起看好戏的表情 拦在护士跟前不让她走 护士同志 我儿媳妇咋样了 能不能让我进去看看 不然我不放心呢 有大娘当先锋 其他产妇的家人一拥而上 七嘴八舌地询问 产妇和孩子的情况 两名护士被淹没在人群里 没空管我 是公安同志吗 我要举报 两个小时后 我端着一杯温水 坐在公安局大厅 一辆警车在公安局门口停下 霍景怀黑着脸下了车 接着是对霍景怀有救命针的战友周健安 最后是小心翼翼抱着孩子的许秋兰 桑若 你怎么在这儿 霍景怀看见我 似乎很惊讶 他怎么能不惊讶呢 按照原计划 他此刻应该在火车站 入送周健安夫妻 带着孩子回到老家 从此山水不相逢 活得问心无愧 我笑了 在他耳边投下一个炸弹 因为 是我举报的你们啊 霍景怀上前一步 高大的身体将我牢牢笼罩 他压低声音 咬牙切齿道 你怎么能举报 秋兰嫂子是敌特 这是能随便开玩笑的吗 为了能以最快的速度 解下周健安夫妇 我只能出此下策 不然 我怎么找回我的孩子 说孩子被他父亲抱走了 公安会觉得 这是家庭纠纷 大概管都不会管 说孩子被人贩子拐走了 我没看到孩子的模样 连孩子有什么特征都说不出来 孩子走失的案例也不少 凭什么先办我这件 所以我铤而走险 举报许秋兰是敌特 携带我军重要军事机密潜逃 我赌对了 现在霍景怀还只是个营长 远没有到只手遮天的地步 敌特的帽子扣到许秋兰头上 霍景怀也没法轻易替他开脱 霍景怀凭什么质问我 我只是想要我的孩子 我有什么错 哗啦 我把杯子里剩下的水 迎面拖在霍景怀脸上 眼里浮上了泪光 他的脸渐渐模糊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还没出产房 你就抱走了我的孩子 联合医生护士 骗我说孩子夭折了 你知恩图报 你高风亮节 你要把我的孩子 当做陪礼送给别人 你问过我的意见吗 你凭什么 就凭你出了三分钟的力吗 一时激动 口不择言 最后一句话 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传遍了公安局大厅的每一个角落 听到的人面露尴尬 不对儿童的 假装自己很忙 霍景怀面色铁青 周身气场像冰窖一样寒冷 我知道他生气了 但我不怕 依旧支持对上他锋利的目光 他把我拉到一边 桑若 青天白日的你在胡说些什么 见我不大话 他暗了暗眉心 软了语气 桑若 那也是我的孩子 把孩子送出去 我同样不好受 可是建安是为了救我 才失去了生育能力 秋兰嫂子 听闻恶号 大受打击 不慎流产 如果不是建安救了我 我今天能不能好好站在这儿 还是个未知数 人要懂得知恩图报 把孩子送给建安 让他也能享受父子天伦 这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霍景怀 总有这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 我擦掉眼角练花 努力掩饰哭腔 是是是 周大哥不容易 秋兰嫂子不容易 只有我最容易 只有我应该理解你们所有人 霍景怀 我嫁给你五年 在你老家待了四年 伺候公婆照顾弟妹 家里家外一把抓 你妈还要嫌我是个不下蛋的母鸡 可是那时候你在部队打拼 一年到头都不回家 我跟谁去生孩子啊 你接我来随军 没过多久我就怀孕了 我以为我终于能过上好日子了 可是你呢 你连和医生护士一起骗我说 孩子死了 就是为了把孩子送出去 弥补你的愧疚 霍景怀 你是人吗 霍景怀眉头紧簇 面色严肃 丧弱 救命针大过天 我不能不报 你想要孩子 我们可以再生很多个 我扶开他的手 你是男人 怎么会懂我十月怀胎的辛苦 那个孩子对你来说 只是偿还救命针的谢礼 对我却是血脉相连的宝贝 我绝不会让你抢走我的孩子 任何人都不能 我捂着肚子绕过霍景怀 走到许秋兰面前站定 才出生的孩子 皮肤又红又肿 实在算不上好看 但我已经热泪盈眶 因为这是我两辈子以来 第一次看到我的孩子 嫂子 这是我的孩子 请你把它还给我 我向许秋兰伸出手 许秋兰却抱着孩子 躲到朱健安身后 喃喃自语道 这是我的孩子 这是我的孩子 谁都别想抢我的孩子 霍景怀走过来拦住我 桑若 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这儿没有你的孩子 已经送出去的东西 怎么好意思要回来 孩子在他眼里 就是个可以随意支配的东西 玩意儿 啪 我抬手盖在霍景怀脸上 顶着他不敢置信的目光 嘲讽出声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敢在我面前乱叫 许秋兰抱着的 就是我的孩子 在一片几乎要凝制的空气里 我转头向公安坦白 公安同志 我撒谎了 许秋兰不是敌特 他只是跟着他丈夫 周健安回老家的普通人 我的丈夫霍景怀 为了报答战友周健安的救命之恩 瞒着我要把孩子 送给周健安夫妇抚养 为了让孩子彻底信周 霍景怀不会让我知道 孩子的盯点消息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才打电话举报许秋兰 希望借助你们的力量 拦下他们 找回我的孩子 我声泪俱下 向在场的公安们 居为义工 你们怎么罚我我都认 但请你们体谅一个做母亲的心 让秋兰嫂子 把孩子还给我 公安们面面相去 没想到敌特没抓着 倒看了一场苦情戏 又是救命之恩 又是送孩子的 这都什么事啊 周健安终于弄清楚了 事情的来容去脉 忍不住 看向霍景怀 景怀 你不是说这事弟妹也同意吗 现在又是怎么回事 霍景怀说不出话来 这这这 本来说好的 谁知道 桑若临时反悔 周健安白白手 打断他的话 行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 弟妹压根就没同意 都是你自作主张 景怀 就你是我心甘情愿 是出于我们之间的战友情 兄弟情 绝不是为了要你的回报 我相信 如果当时你我处境互换 你也会毫不犹豫的救我 弟妹说的对 人人都有不容易 你不能要求别人来体谅我们的不容易 你们一家三口 好好过日子 别担心我 可是 霍景怀欲言又止 眉眼尖满是愧色 周健安笑得轻松 拍了拍霍景怀的肩膀 放心吧 我老家还有三个弟弟 侄子侄女一大堆 就是看在钱的份上 也会有人愿意给我们养老送终的 故作潇洒的笑容里 带着几分心酸 侄子侄女 哪能比得上自己的亲生孩子呢 指甲陷入掌心血肉 尖锐的疼痛 瞬间让我清醒过来 我默默低头叹了口气 都是命运弄人 我同情周健安 但绝不会因为同情把我的孩子送给他 丘兰 把孩子还给弟妹吧 周健安转身 轻声细语地劝说许丘兰 许丘兰色索一下 把孩子抱得更紧了 他脸上带着偏执的疯狂 看了人心里毛毛的 你胡说 这就是我的孩子 你看他跟我长得多像啊 外面都是想抢我孩子的坏人 我不会放手的 周健安坐到他身边 揽住他的肩膀 轻轻拍打着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眉心的穿字纹很深 孩子是景怀和弟妹的 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 却让他们骨肉分离 丘兰 是我对不起你 你还能生 不如我们早些离婚 也好过让你跟着我 没得一儿半女 许丘兰自动过滤了其他信息 只听到了离婚两个字 于是红着眼大吼 离婚 你居然想跟我离婚 周健安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 他的声音有些尖利 怀里的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 周健安趁机转移他的注意力 这孩子从出生到 现在还没喝过一口奶呢 你看他哭得多可怜啊 咱们让他去喝奶 等会去接他好不好 许丘兰在意孩子 在周健安的诱控下 慢慢松了手 我接收到周健安的眼神 上前接过孩子 孩子落入怀里时 我心里又酸又胀 算上前事 我们分离乱二十多年 失而复得的心酸和喜悦 一起涌上心头 竟让我泪如雨下 我在心里暗暗发誓 这一次 我一定会好好陪着我的孩子长大 既然是误会一场 公安照例询问几句 就让我们走了 周健安夫妻 错过了今天的火车 打算去住招待所 明天买票回老家 坐车回部队的路上 霍景怀的脸 一直臭臭的 跟我欠他几千块似的 我低头哄孩子 不愿意看他脸色 一进家门 霍景怀彻底忍不住了 你现在满意了 本来把孩子送给健安抚养 既能报答他的救命之人 也能安抚秋兰嫂子的丧子之痛 你这么一闹 他们什么都没了 只能两手空空的回老家 健安和家里关系不好 侄子侄女 也不会真心 替他们养老送终 我和他兄弟一场 怎么能看着他 满井凄凉 霍景怀胡乱搓了一把脸 烦躁地指控我 仿佛我做了什么 食恶不赦 天理难容的事 可我只是想 亲自养育我的孩子 我有什么错 刚生产的身体 蓄得像筛子 在医院斗智斗勇 在公安局和霍景怀 当面争吵 都消耗着我的精力 现在我只想吃饱饭 好好睡一觉 既然霍景怀这么没眼色 非要跟我找不通怀 那就别怪我杀人猪心了 孩子喝了卖乳精 睡得很香 我把孩子放回卧室 带上门 走到沙发上坐下 你口口声声说要报恩 我这里倒有两个报恩的方法 就看你怎么选了 霍景怀投来狐疑的目光 我喝了口温水 轻轻嗓子 第一 你可以废了你自己 你对周大哥有愧 觉得是自己害他 失去了生育能力 不如也把自己废了陪他 这样一来 你和他都不能生 你俩就打成平手了 你放心 就算你失去了生育能力 我们刚出生的孩子 也不会嫌弃你 以后依旧会为你养老送中 霍景怀恼羞成功 一口否决 你出的什么时候主意 我没了生育能力 说出去好听吗 我无所谓的笑笑 继续出主意 第二 你不用废了自己 只需要和我离婚 再让周大哥和秋兰嫂子离婚 我带着孩子和周大哥而婚 你和秋兰嫂子而婚 这样一来 周大哥有了孩子披码带孝 你也可以和秋兰嫂子 多生几个孩子 抚平他的丧子之痛 俗话说 朋友欺不可欺 我这番话 在这个时代 简直是炸裂般的存在 霍景怀被我气得胸膛上下起伏 我装作没看到 继续火上浇油 反正对你来说 生孩子简单得很 到时候 你想生几个生几个 忙活几分钟 就可以收获一群孩子 比重庄稼还省心呢 丧弱 霍景怀被我满不在乎的态度 彻底激怒 他长腿一块来到我跟前 掐住我的下巴 把我按在沙发上 离婚是能随便说的吗 你不怕丢脸 我可丢不起这人 哈哈哈哈 我突然大笑出声 又要顾着肚子 免得伤口裂开 男人像被激怒的狮子 浑身怒火生疼 再加上常年军旅生涯 赋予他的沙发果断 我本该害怕的 可我却看见了他掩盖在 知恩图报的皮囊下的自私懦弱 原来上辈子位高权重的霍景怀 也只是一个庸俗的男人 我收敛了笑声 毫不畏惧地和他对视 丢人 离婚丢人 把孩子送出去 替你报恩 就不丢人了 霍景怀 你心心念念着要报恩 我把报恩的法子给你了 你为什么不选一个 因为你不想失去生育能力 也不想在紧要关头 离婚影响升迁 看吧 你自私的狠 一个孩子说送就送 真要你壮士断腕 付出点什么 就说什么都不肯了 霍景怀一脸正冲 手上的力度渐渐消散 我点点他的胸口 也遇到 看来 你的报恩 只是口号喊的响亮 一点都不成心呢 我和健安情同兄弟 他绝不想看到 我自毁身体 阴伤退伍 是他最大的遗憾 我会带着他的梦想 在部队走得更高更远 才算对得起他的救命之人 这番话伟大 光荣 正确 他信不信我不知道 反正我不信 不过吗 人生难得糊涂 斤斤计较就没意思了 趁他心虚走神 我一把推开他做起来 淡淡道 我对你们感天动地的兄弟情 没兴趣 我只想好好 把孩子养大 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各个各的最好 我懒得看他那副死样子 洗了碗 把自己关进卧室里 看孩子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那天的话 太过阵容发聩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霍景怀老实得很 出月子那天 霍景怀特意下厨 做了三菜一汤 说是要给我赔礼道歉 他成了一碗鸡汤 放到我面前 桑若 这是我专门让后勤部的同志 买的老母鸡 给你好好补补 他眼带笑意 目光灼灼 恨不得亲手把汤喂进我嘴里 我突然想到什么 勺子到了嘴边又停下 孩子好像醒了 我去看看 霍景怀抬手制止我 我去看 你快喝汤 凉了就不好喝了 我不置可守 事出反常必有妖 我反手把那碗鸡汤 倒进霍景怀碗里 在他出来前 碰了几下汤勺 我擦了擦嘴角 笑道 这鸡汤真好喝 这些天你续练辛苦 我给你也成了一碗 快喝吧 霍景怀见我碗里的汤见底 肉眼可见的松里口气 他端起那碗汤一眼而尽 你来我往 酒足饭饱 霍景怀开始暴露 他的真实目的 上周我收到健安的信 信里说秋兰嫂子的状况 不太好 总是嚷嚷着要孩子 健安既要上班 又要照顾秋兰嫂子 实在是分身法术 我想了想 要是秋兰嫂子 有个孩子 分散一下注意力 他们的日子也能好过些 所以我打算趁这次休假 把我们的孩子 送到健安那里去 以后 以后 霍景怀的眼皮逐渐沉重 很快就趴在桌子上 一睡不起 哦 原来是安眠药啊 上辈子经常用在我身上的东西 每次我发现点孩子的线索 他就在我的水和食物里下安眠药 让我生生错过 这次 也该你尝尝安眠药的滋味了 傍晚霍景怀醒来时 我正在哄孩子睡觉 他揉了揉太阳穴 既然我和孩子都在 拍拍脑袋 终于反应过来 桑若 你居然给我下安眠药 我不羡奋他一个眼神 懒洋洋回敬 不过是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他无能怒吼 你知不知道你坏了我的事 什么事 把孩子送走的大事 没想到你贼心不死 还想拿我的孩子当人情呢 我吃笑一声 斩钉截铁 只要我在一天 就绝不会让你抢走我的孩子 既然你心心念念的 要给周建安送了孩子 那我们离婚吧 离婚后 你找个愿意给你生孩子的 到时候 你想送多少有多少 何止周建安 你甚至可以给 全华国不孕不育的男人送孩子 他们一定会给你立个长生杯 感谢你的 我嘲讽阿玛 霍景怀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显示他营长的威严 你少胡搅蛮缠 这根本就是两码事 还有 我绝不会同意离婚 你想都不要想 军婚保护的是军人的利益 但谁叫霍景怀 亲自送上了他的把柄呢 我作为差点失去孩子的苦主 害怕的想离婚 也很正常吧 我向来是个实干派 说离婚就一定要离婚 第二天 我要和霍景怀离婚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家属院 嫂子们轮番上门劝阻 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 哪有过不去的隔夜仇 你们还有个儿子呢 就是看待他的份上 也得把日子过下去啊 哎哟 孩子那么小 你们就要离婚 真是造孽哟 父母离婚 孩子会遭人耻笑的 你们不能只图自己痛快 就不顾孩子的心情吧 上门看热闹的 劝我的 批评我的 给霍景怀说好话的 都被我搪塞过去 领导也找我谈了话 说婚姻不是二系 让我多为孩子想想 我抹了一把心酸泪 大涂苦水 如果不是逼不得已 我也不想离婚啊 周健安同志 对我家景怀有救命针 我一辈子都铭记在心 也愿意报答他 可景怀跟着了魔一样 非要把我们才出生的孩子 送给周大哥 让孩子给他养老送中 我才上孩子那天 景怀就联合医生护士 骗我说孩子夭折 其实是偷偷把孩子送给了周大哥 要不是我机灵 找了公安帮忙 我就再也见不到我的孩子了 后来他还不死心 又在我的鸡汤里下绵药 想把孩子送走 我把他眼泪的手绢 自作主张想把孩子送走 只有千日做贼 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我也不是每次都能阻止他 所以为了打孩子留在身边 我宁愿和霍景怀离婚 请领导批准 领导们不知道 还有这样的内情 两两相望 都从彼此眼里看到了震惊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 我坚持离婚 领导们也不好再说什么 霍景怀听说我坚持离婚 一时气不过就打了离婚报告 但好离婚手续那天 他恶恶狠道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养活自己和孩子 阳光正好 空气里都是新生的味道 我露出一个真诚的微笑 那就不劳或营长操心了 我抱着孩子 坐上了回家的火车 还有一年就会恢复高考 这一次 我完全可以凭自己的能力 让孩子过上优越的生活 妈妈 儿子颤颤巍巍地扶着我躲柜 向我走来 哪声哪气地喊我 喊得我心都要化了 我一把把儿子抱在怀里 桌上放了一张 京大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几年后 我顺利毕业进了军区医院 一天半夜 我被紧急叫回医院做手术 手术台上躺着的 是霍景怀 我眉毛一扬 当时毕业分配 我特意选了个 离霍景怀的很远军区医院 没想到兜兜转转 还是碰上了 思绪千回百转 我收敛心神 专心投入手术 一切结束时 天边已经泛起了雨堵白 霍景怀的腿算是保住了 只要安心休养就好 他职位不低 院长嘱咐我对他多加关照 我无奈应下 想着戴了口罩 霍景怀应该认不出我吧 桑若 是你吗 查房离开时 身后传来男人犹豫的询问 我是以其他人先走 转身摘掉口罩 坦坦荡荡 没错 是我 霍景怀瞪大了眼睛 掀开被子 挣扎着想坐起来 我走到病床前 阻止了他的动作 我不会公报私仇 你要是不放心 可以向医院提出换个医生 霍景怀有些慌乱 不 不是 我没有这么想 我只是有点意外 他妈撒着手指 斟酌用词 这些年你带着孩子 很辛苦吧 说不辛苦是假的 活了两辈子 我第一次当母亲养育一个孩子 白天带孩子上课 晚上等孩子睡了 才能在没有灯下 啃那些大铺头的专业书 寒冬腊月 眼下酷暑 辛苦是真辛苦 却又对这种充实的生活感到满足 其中的艰辛不足为外人道 也不必为外人道 我双手插兜 笑得淡然 都过去了 病房里陷入尴尬的沉默 霍景怀试探着开口 孩子还好吗 我想起前天儿子 拿着满分数学试卷回家时的小得意 嘴角不自觉牵出一个笑容 儿子很好 活泼开朗 身体健康 成绩也不错 我下午带他来看你 丧弱 霍景怀叫住我 我回头 眼里充满疑惑 我找人打听了一下 听说你这些年 都是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 自从和你离婚 我也是一个人 你看我们能不能复婚 我想都没想 一口拒绝 霍景怀不解 丧弱 七年了 你还要记恨我到什么时候 好 你无所谓 总该为儿子想想吧 他的同学都有爸爸 就他没有 你让他怎么自处 你难道不清楚 有一个身处高位的父亲 能让孩子少走多少万路吗 说得大义凛然 一副为孩子着想的样子 我拉开椅子坐下来 首先 我不恨你 恨一个人要耗费很多时间精力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没空恨你 我只是尽量遗忘你 这次要不是给你做手术 我都快忘记你的存在了 第二 你完全不用担心 儿子在学校会自卑 因为从他懂世纪 我就告诉他 他的父亲保家为国 英勇牺牲 是个了不起的英雄 他很为你自豪呢 霍景怀猛咳了几声 你 你居然揍我去死 我眼神一冷 正色道 七年前 你偷偷把儿子送给周建安 如果你成功了 他就只会有周建安一个父亲 你这个亲生父亲 对他来说 可不就是死了吗 我让你得偿所愿 你怎么还生气了呢 从前是我祝勇猛的心 但七年的时间 足够让我想清楚 提起当年的事 霍景怀的气焰 一下子矮了三分 丧弱 我发现自己放不下你 也放不下我们的儿子 我双手还凶 冷笑道 这么点是 你要想七年才能想清楚 我就是个带着孩子的普通人 没法手眼通天母去痕迹 让你找不到我们 但凡你有心 也会托人烧点钱和票 承担起当父亲的责任 可是你没有 你为什么没有呢 是觉得跟我离婚 被下了面子 想看我在外面过不下去 狼狈回头向你求助吗 霍景怀想解释 不是 你误会我了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我早就看透了他 不想听他废话 如果我们重逢时 你高高在上 我骆驼不堪 你只会嘲笑 我当初胆敢跟你离婚的愚蠢 但真实情况是 我成了军区医院 数一数二的医生 你那俩男人的征服欲又上来了 觉得我这个当军医的前妻 勉强配得上你 所以大发慈悲的 要跟我复婚 我深吸一口气 郑重歧视道 霍景怀 我再说最后一次 我们绝不可能复婚 如果你再来纠缠 我会带着孩子离开这里 华国这么大 总有我们母子的容身之处 霍景怀泄了气 颓丧地躺回床上 好 我再也不提了 你和孩子好好生活 下午我带儿子去看了霍景怀 回家路上 儿子你的眉毛满是疑惑 妈妈 爸爸明明活着 你为什么说他牺牲啊 我把当年的事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尽量公正客观 不带私人感情 对不起 妈妈骗了你 我蹲下和他平视 一手抚摸着他的脑袋 儿子眼中一转 继续发问 我点了点头 没想到儿子扑进我怀里 紧紧搂住我的脖子 怦声怦气的 我不想和妈妈分开 爸爸坏 我再也不去看他了 我抱着他好一阵安慰 终于用一道红烧肉 把他红好 厨房里 我忙着做饭 儿子在一边打下手 妈妈 给你葱 妈妈 我把冰糖拿来了 孩子稚嫩的声音 和咕咚冒泡的锅气混在一起 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全完完